周行时间比较久 也比较有智慧的师兄们 大家都听从他们 比如出去设佛台 都只是这样的师兄们去 平时一些涉及到钱财的事情 他们就让下面的人去做 比如大家一起出钱买好佛具 但佛具采购回后 要去设佛台时 只由他们出面去为人家设佛台 造成有的师兄们心里不舒服 觉得他们太精明了 碰到钱的事情怕有业障 自己就不去做 而人人都知道设佛台是大功德 但去的人有限 他们都会去 请问这样做是否有业障 没什么业障 中山不行 猪而莫作 碰见自己搞不定的事情 最好能够回避 不是说今天你一定要去做的 有些事情你自己做不了的话 你自己硬要去做 你可能就犯戒了 我告诉你很危险的 比方说你这个人在钱财上很容易出毛病 你说 我为什么不去帮助别人 你帮助你可能在钱财上过不去 你可能就在砸在这个钱财上了 听不懂啊 嗯 是的 是的 哦 对不起 师傅 好的 好的 感恩师傅 慈悲开始